这个视频咱来说一下细菌的营养方式和生殖方式 咱们已经学过细菌的结构 但是你发现了吗?细菌没有叶绿体 所以大多数的细菌不能制造有机物 只能利用现成的有机物生活 生物学上对这种营养方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易养 不过也有少数细菌可以以无机物为原料制造有机物 它们的营养方式就是自养了 比如蓝藻就可以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说完细菌的营养方式 咱来说说它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吧 刚才提过细菌大多是易养 根据细菌摄取现成有机物方式的不同 咱们把这些易养细菌分为辅生细菌和寄生细菌 辅生细菌是靠分解动物的遗体 粪便以及动植物的枯枝半叶等来生活的 比如枯草杆菌 通过分解动植物遗体中的有机物 获得能量 而寄生细菌需要从活的动植物体内或体表 吸取现成的有机物进行生活 比如粒挤杆菌寄生在人的肠道里 能够使人患细菌性粒解 看来大多数的细菌都能把有机物分解成简单的无机物 所以细菌是生态系统中的分解者哦 来 再来提个问题 你知道细菌是咋生殖的吗 你看这个细菌 一个变两 两个变四 四个变八 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 不到半小时 细菌就能分裂一次 所以细菌可以靠分裂进行生殖 除了分裂生殖 细菌还可以形成牙包来生殖 牙包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凶敏体 对不良的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它小而轻 可以随风四处散落 落到了适宜的环境中 又可以萌发成细菌 讲了这么多 你能总结出细菌分布广泛的原因吗 对了 一是 细菌个体微小 很容易被各种媒介携带 所以便于传播 二是 细菌是分裂生殖 繁殖速度快 可以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个体 三是 细菌能形成牙包 牙包小而轻 易于萌发 对不良的环境有较强的抵抗能力 正因为有以上特点 细菌可以广泛分布于生物圈中 好了 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 咱主要说了细菌的营养方式和生殖方式 大多数细菌的营养方式是易养 少数自养 其中 易养细菌又可以分为辅生细菌和寄生细菌 细菌的生殖方式有分裂生殖和牙包生殖 还有 它广泛分布的原因 个体微小 广泛传播 分裂生殖 繁殖较快 形成牙包 抵抗不良环境 这些 你都记住了吗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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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谢谢大家 小明星 请订阅 微不安 微不安 寄 регi 微不安 微不安 office �이 LAN 我们 无不安 咳奇怪 ood